花584亿造出来的金章高铁到底有多牛 金章高铁连接了北京和河北张家口 有世界上最深的高铁站 更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北斗导航系统 时速达到350公里的智能高速铁路 高铁在铁路上跑为啥还需要导航呢 这不是怕高铁走错路 而是为了实现自动驾驶 有了北斗导航的加持 金章高铁能实现到点自动开车 到站自动停车 停车自动开门 站门车门同步开解 怎么样 够智慧吧 整辆列车的智慧之处还多着呢 近站不用换纸质车票 直接刷身份证又方便又省时间 全程无WiFi 不管你是临时办公还是刷视频买东西 一点都不耽误 列车里搭载了5G聚合系统 即使在过隧道的时候 电话信号也一二满格 手机没电的时候在手边 就能找到无线充电座 把手机放上去就能随时充电 想上厕所了 按起一个按钮 洗手间的门能自动打开 进去再按个按钮 门就能自动啰嗦 不仅残疾人方面了 也是洁癖的福利啊 如果你坐高铁球滑雪 那可以把滑板放在